说实话城市里的婚礼我也不好知 我就想去看看他们这种老家的婚礼 不好意思啊很冒昧的 祖父父亲是中国 飘洋 飘洋过海 是不是每家结婚的话都会有这个意思 有可是办法不一样 这个是晚上吃的点心吗 这个吃饭的形式有点像我们国内的流水席 是吧 拜拜明天见 明天见明天见 哎呀好我们现在从民宿出来了 天蒙蒙亮 真的天还蒙蒙亮呢 哎走 经历了昨天的祭拜仪式 今天终于要去接新娘子了 一大早大家被统一带到镇上吃了早点 就回了盈姐的家 新娘的老家离这儿有点远 所以一早就会去迎亲 这个是要带去新娘家的吗 是吧 哦 你们看呀 这是要带给新娘子家里边的礼物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是卖的喜饼 就是送到新娘家去提亲的喜饼 就是高原的呢 全员的 那只去不是真的没有买到吗 现在是这么做喜饼 对 然后这里有水果 辣烛 辣烛大概是有吉祥寓意的 我还带两瓶酒 上面是什么叶子啊 这个应该也有意义的吧 啊 很 这个我知道了开枝善叶是吧 哎呦 那是挺会想的 这个衣服是定做的 是做的 新郎官在打扮了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都穿得很随意 我以为婚礼的话就是昨天是重点 今天以为吃了早餐就回冰城了 没想到今天才 今天是重点 今天是重点 我们才是整理室的最热闹的重点 最热闹的 是的 要喝茶 热身到了 热身 热身 对对 你看今天使用衣服也很好 啊 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新郎的父母为他换上了中式的礼服 在一串祝福的话语和仪式之后 带上给新娘的礼物 迎亲团队打算出发了 开开心心出门 平平安安到家啊 顺顺利利 既想又独意啊 我祝大家活了 好 好 我抱起不难了吗 两天要抽身有两点 也好 后面这一群就是伴郎团 我刚才数了一下 一共有九个人 加上新郎有十个人 一会他们要去接新娘子了 对我们也去抽热了 我们跟车一起过去 谢谢 谢谢啊 我们今天跟车了 爸爸妈妈就走得不去了 女方就家人不可以娶 就小一辈的还可以 那他一会过来的话 等于女方的长辈也是不能过来 今天一共跟车的有六股 是吧 六六 六六大顺 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跟着迎姐妹妹的车 来到了新娘的祖宅 在路口人未到 绅士就要造起来 我已经在车开始去哪班了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我们来接人了 嗯 盆看到了 他们这里也大道盆了 他们这里也大道盆了 他这个东西就这里知道了 就养了发波了 来 谢谢你 谢谢 帮给新郎 帮给新郎 来 谢谢啊 你今天跟你来帮忙 像他大老婆 帮你给你帮忙 哦 这个应该是妈妈 就是丈母娘 应该是 丈母娘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传统的婚礼 我们差点搞错了 原来这位能言善道的女士 并不是丈母娘 而是忠实婚礼仪式中的喜娘 她的角色 类似现代婚礼的司仪 当地人称为送嫁娘 哦 你们好 你们好 新娘团是吧 哈哈 听说新娘很年轻 所以姐妹团 看着也是各个青春洋溢 要进去赌门了 一会儿那他们怎么去啊 不知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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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去的情节和国内挺像的 在见到新娘以前 新郎需要经过新娘团的百般捉弄和考验 不过没关系 从传统的角度来说 这个时候闹得越热闹越好 而且最后的结局肯定是皆大欢喜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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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爱护她照顾她 此生不离不去 有没有 祈祷你 这家是不一样 有没有 哈哈哈 新娘新娘家万花 尽量成亲 明天就生根烫娃娃 好 一 二 三 一 好 这个不知道算是散办 拜什么 拜扫头扶上 造神吧 造神 造军 造军 这个大概是奶奶啊 奶奶 好 好 奶奶开心啊 好 拜奶奶 好 应该是奶奶了 好 我听到百年 在拜过了神明和祖先以后 就进入了婚礼最动人的环节 这一天 不但要对女方的父母 两位新人 还要向来参加婚礼的大部分女方长辈 一次的敬茶 作为礼节 长辈们也会奉上自己的祝福和礼物 因为人数众多 这个过程会持续满长时间 我们老了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 挺会不到的 我们这里生的狗 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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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一整套的仪式全部结束以后 亲娘拿上妈妈替她准备的柑橘 就要被新郎接回家了 当然在回去之前 他们还要去趟爷爷奶奶的主宅 参拜神明祭拜祖先 然后再回父母的家 旺夫一直来国家 咯 哦 这里放鞭炮的啊 南方放鞭炮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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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家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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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又是在送嫁娘的引导下 新娘要完成一整套的进门礼节 不过最热闹的还是净茶的环节 爷爷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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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茶 你喝茶 爷爷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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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 你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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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来 来 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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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享受 爷爷来 出来 阿姨 姑姑 您要咆咬 奶奶 奶奶 阿姨 口 我说 奶奶 老奶 一家 拿一家 说 奶奶 有 金蟹子 金蟹子 呢 金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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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奶奶 有 不得到咯 妈妈不想妈妈饮饭 爸爸妈妈不饮饭 你不穿啊 你不穿啊 爸爸妈妈饮饭 你不穿啊 爸爸妈妈妈妈饮饭 这都给你一块钱 不穿啊 yes 铁铁铁铁铁铁铁 要不要 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 四姨说的是什么话 福建话吗 福建话 好 好 虽然福建话我十有八九是听不懂的 但我知道在这大喜的日子 主持婚礼的宋家娘 始终在和新人及兵客们说着慈祥如意的祝福 先生楺 Sut Isto Ultima 先生楺是 microwave 先生樂和瘋癲 又來呢 先生two come here 就來兩杯三杯四杯 娘三杯四杯 一杯二杯三杯三杯三杯一杯 爺爺這是不是第一個孫子結婚啊 對 那就更高興了 南方的 孫輩的 爸大部分都是給壽司的 後路我是教你對��녀 prof эк 天水片子 对啊 是个男的 这么多儿子 还有很多孙子 不要紧 爷爷已经都分好了 爷爷有压力到 爷爷还藏了一条金链子 他跟他 孙子说等他养了孩子就给他孩子 看他有的 你看 我们你要给我 我拿出来给我餐 太长了一个啦 要给增丝了 今天晚上的话可能有圆桌吃了 不过我们就算了 我们等会就回去了 因为还要赶入回槟城 我们也没有想到大半三天 我一直以为昨天过来了以后 晚上可能就是吃一顿洗澡的话 第二天今天就可以回去了 没想到今天才是主要的节目 然后正餐的话也会放在今天晚上 和明天在冰城的酒楼里面办 所以一会儿的话 跟他父母去打一个招呼的话 那我们就先回了 反正整个过程应该看到那些传统节目 也都已经看到了 这个才是重要的 好的好的 祝你们新婚愉快 有机会 有机会 谢谢 谢谢 今天要回冰城 回冰城 对对 回冰城了 晚上还有事 好的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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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帮帮我 要几时 几时要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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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时来 吃您的榴莲 对不对 榴莲是早吃的 一定吃得到的 可以的 帮上我 是啊 是啊 好的 身体健康 因为 因为接下来 还有事 我们就没有参加今晚的宴席 和明天在槟城办的新式婚礼 不过也不是特别的遗憾 因为对于城市里长大的我们来说 现代婚礼参加了很多 倒是觉得有机会能看看这些寂寞生又亲切的中式传统礼仪更有意义 分享生活是一种乐趣 感谢收看麒麟后曼生活 我是金宝宝 我们下期再见